面粉别总是这么弄了 学会这样做,营养翻倍 蓬松轩又劲道 好做,好吃,友谊笑话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哦 赶快一起来做吧 碗中倒入120克普通面粉 75克大米粉 75克玉米粉 3克酵母 10克白糖 混合均匀 再刻入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 加入220克水 边加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均匀细腻 成酸奶状的面糊 盖好保鲜膜 饧发质量倍大 发酵好的面糊 内部充满了大气口 搅拌排进空气 然后准备模具 里面薄薄的刷一层油防粘 倒入面糊 装8-9分满 静置,再饧发20分钟左右 剩下的面糊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会儿 防止发酵过度 饧发至面糊微微凸起 就可以上锅蒸了 水烧开后蒸10分钟 再焖2分钟出锅 取出来直接脱模 放到晾架上冷却一会儿 看着就想吃的三个面小饼 金黄金黄的颜色 底部是均匀的蜂窝孔 蓬松轩软还筋道 大米和玉米的混合香气 更加丰富了口感 吃起来香香的,软软的 好吃好做,有一消化 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安排起来吧